在当今的娱乐世界中,肖战就如同一个传奇般的存在,他所到之处,皆能引发一场震撼人心的风暴。 那些企图与他竞争的人,往往会陷入一片慌乱之中,上蹿下跳地使出各种新旧手段,却最终都以失败告终,只能灰溜溜地回去自怨自艾。 不得不感叹,这位顶流实在是太耐打了。 而那些心怀不轨之人,或许只能期待下一轮的挑战,但恐怕结果依旧会让他们失望。 哈哈,真想奉劝他们,别再白费力气去分析肖战了,也别再费尽心思地从抹黑入手,因为他们根本找不到肖战的黑点。 肖战,他在各个领域的表现都令人惊叹,让人破防。 首先,不得不提的是他那无可挑剔的外形。 历经岁月的洗礼,肖战愈发成熟有魅力。 他拥有好看的颜值,更具备符合主流审美的超凡气质。 仅仅这一点,就足以让他在一众一人中脱颖而出,领跑在前。 对于演员这个行业来说,肖战这样的外形无疑是天然的妈生优势,是老天赏饭吃。 别人羡慕极度也没有用,因为这是与生俱来,且无法复制的。 肖战向上可以本色出演郑小龙导演作品中的角色,向下演反派人物也能带来颠覆式的挑战。 总之,肖战的五官气质,对于角色的选择毫无边界壁垒,没有上下线的矿定。 他的魅力实在是太强大了,这也是众多大佬喜欢找他合作的原因之一。 毕竟,一个什么都能驾驭的演员,谁会不乐意合作呢? 其次,肖战拥有过硬的专业技能,他有丰富的知识储备,能够读懂剧本,深度分析角色。 他的台词演绎等表达能力极为优秀,每次都能以谦逊的态度对待作品。 这样的品质自然备受出品方的欢迎,再加上肖战独特的文艺气息和较高的审美,使得他在时尚表现力方面自成一派。 他的风格让品牌大佬们趋之若鹜,纷纷向他抛出橄榄枝。 无论是在影视作品中,还是在时尚舞台上,肖战都能展现出独特的魅力,让人眼前一亮。 最后,我们来说说肖战的人文价值。 他的国民喜爱度超强,感召力和变现能力在他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肖战具备各方资本最喜欢的艺人属性,人品好,口碑佳,自然国民喜爱度高, 感召力强。 而他强大的流量变现能力也是实打实的。 这样的艺人几乎成为了大家追捧的偶像标杆。 肖战一直坚守初心,传递出满满的正能量价值,也因此成为主流媒体推崇的优质演员。 肖战拥有足以令竞争对手大破防的综合实力,但他却无数次表示,我想赢,但不想别人输。 这句话蕴含着深刻的道理。 肖战希望大家能够各自努力,通过公平竞争,实现百花齐放的美好局面。 这是一种高尚的竞争理念,只有真正的聪明人才能理解。 而那些心怀叵测之人,自然是无法领会其中的深意。 肖战,他就像一颗璀璨的星辰,在娱乐的天空中散发着耀眼的光芒。 他的每一个作品,每一次亮相,都能给人带来惊喜和感动。 他用自己的努力和才华,征服了无数观众的心。 他的演技,细腻而真实,能够让观众沉浸在绝色的世界中感同身受。 他的歌声,清澈而动人,仿佛能穿透灵魂,给人带来温暖和力量。 肖战的时尚感,也是无人能及。 他的每一个造型,都能引领潮流,成为时尚的风向标。 他的气质,优雅而高贵,无论走到哪里,都能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 他的魅力,不仅仅在于外表,更在于他的内心。 他的善良,谦逊,努力和坚持,让他成为了一个,值得人们尊敬和喜爱的人。 在这个竞争激烈的娱乐圈中,肖战始终保持着自己的初心。 他不被名利所迷惑,不被困难所打倒。 他用自己的行动,诠释着什么是真正的艺术,什么是真正的价值。 他的存在,让我们相信,在这个世界上,还有美好的事物,值得我们去追求。 还有优秀的人,值得我们去学习。 肖战的未来,充满了无限的可能。 他将继续在演绎,时尚,工艺等各个领域发光发热,为我们带来更多的精彩和感动。 他的粉丝们,也将一如既往地支持他,陪伴他走过每一个辉煌的时刻。 让我们一起期待肖战更加美好的未来,一起见证他在娱乐的舞台上创造更多的传奇。 在浩瀚的娱乐星河中,肖战如同一颗最为耀眼的恒星,散发着独特而持久的光芒。 他的存在,让人不禁思索,肖战为什么那么稳? 粉肖战的小飞侠们,又为何如此畅快淋漓? 他既低调,又红得发紫,就像一个神秘而迷人的传奇,让人深陷其中,无法自拔。 肖战,他是怎样的超级巨星?又是怎样的神仙存在? 追星背后的真相,只有一个,底气。 肖战的底气,原字作品,价值与人格魅力的完美融合。 出到急爆火,他凭借一个个令人难忘的角色,打下江山,问心无愧,不惧他人质疑。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娱乐圈,哪怕经历全网风暴,也挖不出一丝一毫的黑料。 他足够干净纯粹,如同一红清泉,令人赞叹不已。 涅槃归来后,他大胆地选择走进剧院,沉淀自己,打磨眼镜。 这份果敢孤勇,让人敬佩。 他权衡利弊,果断砍掉综艺,舍弃那些看似诱人却短命的红利,毅然踏上实力演员之路。 他精挑剧本,不消耗自己,也不消费粉丝,这份清醒睿智,难能可贵。 四年来,他始终用作品说话,每一部作品都像是精心雕琢的艺术品,带动全方位个人价值力不断提升。 他赢得了最强口碑和国民的喜爱,如今片约不断,成为各大导演和大制作,竞相追逐的天选之人。 他是实力演员,更是民众推崇的优质偶像。 这,才是一个超级巨星的成长养成之路。 而小飞侠们的底气,则是他们的正主肖战。 肖战有实力,有口碑,不碑不亢,不偏不倚。 粉上这样一个人,小飞侠们有足够的理由大声喊出自己的喜爱,内心充满着追随他一起,变得更好的骄傲。 这,才是真正的追星力量。 肖战给予粉丝的,正是这样一幅美好的写照。 他实力全面,口碑优秀,却从不向资本妥协,也不向粉丝羡美。 他坚信,想要的,要靠自己争取,用自己的正能量树立榜样,影响着身边喜欢他的人。 他真正做到了,不卑不亢,坚守原则底线。 在大是大非面前,他更是立场坚定,态度鲜明,成为真正的榜样标杆。 我们喜欢一个人,外形或许只是最初的吸引力,源于人性的本能。 但能够长久追逐的,唯有灵魂的相惜。 木墙粉们能够在肖战身上满足一切心理需求。 他的魅力如同强大的磁场,吸引着无数人靠近。 肖战的每一个角色都仿佛是一个鲜活的生命,带着他的情感与思考走进观众的内心。 他在《陈情令》中饰演的魏无限,洒脱不羁,重情重义, 让无数人为之动容。 在《斗罗大陆》里的唐三勇敢坚毅,智慧超群,激励着人们勇往直前。 在《梦中的那片海》中,他又将那个时代的奋斗青年演绎得淋漓尽致,让人感受到梦想的力量。 他的歌声同样动人心弦。 那清澈而富有感染力的嗓音,仿佛能穿透灵魂,带给人们温暖与安慰。 每一句歌词都像是他内心的倾诉,让听众沉浸在他的世界里。 肖战的时尚感也是无人能及。 他无论是身着优雅的西装,还是休闲的服饰都能展现出独特的气质和魅力。 他成为了时尚的引领者,每一次的亮相都能引发潮流。 除了在演艺和时尚领域的卓越表现,肖战还积极投身公益事业。 他用自己的影响力,为那些需要帮助的人送去关爱和希望。 他的爱心善举,如同一束束温暖的阳光,照亮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在这个充满诱惑和挑战的娱乐圈,肖战始终保持着自己的初心。 他不被名利所左右,不被困难所达倒。 他用自己的努力和坚持,书写着属于自己的传奇故事。 小飞侠们追随着肖战的脚步,在他的光芒照耀下,努力成长,变得更加优秀。 他们一起为公益事业贡献力量,一起为梦想而奋斗。 这种追星的方式充满了正能量,让人感受到了爱的力量。 喜欢肖战,是一场美丽的邂逅,是一次心灵的触动。 他让我们相信,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如此美好的存在。 他让我们懂得,只要坚持自己的信念,努力追求梦想,就一定能够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芒。 明天,我们依然会坚定地追随着肖战的脚步,不会停下。 因为它是我们心中的那盏明灯,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 让我们一起期待,肖战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和感动,一起见证他在演艺之路上创造更多的辉煌。 在影视的浩瀚海洋中,肖战主演的《玉谷瑶》,宛如一颗被严重低估的璀璨明珠,即便历经岁月的洗礼,依旧在破圈的道路上绽放着独特而耀眼的光芒。 这部剧,自播出以来,已然一年有余,然而其影响力却丝毫未减。 《玉谷瑶》官微荣获微博2024最具影响力电视剧官微,这一荣誉便是对它价值的有力见证。 令人惊喜的是,时至今日,它仍在不断吸引着新的剧粉纷纷入坑,仿佛有着一种神秘而强大的魔力。 的确,《玉谷瑶》就如同一个充满魅力的宝藏,只要你愿意打开它,便一定会被深深吸引。 那行云流水般的打戏,让人仿佛置身于一个热血激昂的武侠世界,每一个动作都干净利落,刚柔并济,展现出了极高的专业水准。 美轮美奂的实景拍摄,更是将观众带入了一个如诗如画的奇幻仙境,让人流连忘返。 《家国大义》的深刻利益,赋予了这部剧更为厚重的内涵,使观众在欣赏精彩剧情的同时,也能感受到那份深沉的责任感与使命感。 而细节满满的服装,则如同精美的艺术品,从材质到款式,无不体现着制作团队的用心与精湛技艺。 然而,让人深感遗憾的是,玉谷瑶在播出之时,由于种种原因遭到了全方位的防暴。 但他却如同顽强的野草,在逆境中展现出了惊人的生命力。 他就像一个没有父母庇护的孩子,独自在风雨中前行,却凭借着自身的优秀品质,野蛮生长。 在播出期间,尽管面临重重困难,他依旧在夹缝中爆火,成为了众人瞩目的民选暴剧,被赞誉为边角料理开出的帝王绿,更是业界内外公认的先改作品。 剧中的许多名场面大火出圈,肖战的原声台词刷遍各大网络平台,学法者和为带时影看祖国大好山河等话语,不仅展现了角色的魅力,更让肖战成为了全国文旅的野生代言人。 这,就是真爆剧的强大实力与魅力。 玉谷瑶的周边产品销售更是断层第一,让出品方赚得盆满钵满。 播出一年多了,肖战饰演的石影在剧集角色榜上依旧能与众多再播剧的角色平分秋色,这简直让人难以置信。 肖战在剧中的造型,每一帧画面都美得让人窒息,仿佛从画中走出的仙人。 他的表现更是无可挑剔,将石影这个角色演绎得入目三分,让观众们沉浸在他的喜怒哀乐之中。 肖战自己也曾坦言,在当时能选择的范围之内,《玉谷瑶》是逻辑最为自洽的剧本。 这也从侧面反映了这部剧的高质量与吸引力。 该剧不仅在国内备受赞誉,在海外也同样大放异彩。 它是2023年唯一一部被网飞买走的中国古装剧能被网飞选中,无疑是对其品质的高度认可。 《玉谷瑶》被分成好几个部分在海外发售,登上了最权威排行榜网站之一的电视剧《畅销周榜》第三位。 这充分证明了好剧是没有国界的,无论在哪里都能冲破层层壁垒,闪耀出它应有的光彩。 目前,《玉谷瑶》还在海外很多地区热播,继续在破圈的道路上稳步前行。 它就像一颗永不熄灭的星星,持续散发着光芒,吸引着更多的人去发现它的美好。 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玉谷瑶》会继续书写它的传奇,成为影视史上一部不朽的经典之作。 而肖战也将凭借着这部剧以及它的众多优秀作品,在演艺之路上越走越远,为观众们带来更多的惊喜与感动。